我们接着做点拉布拉斯变换 首先这有利于你们了解 以后会见到的变换表 如何推导得来 也让大家适应里头的数学 其实这有点大家第二学期的 唯一积分的内容 不过这能让大家适应 我们做的这整套东西的符号技法 首先我重新写一下 拉布拉斯变换的定义 这是一个拉夫尼和雪莉里头的L 某个T的函数的拉布拉斯变换 等于从零到无穷的反常积分 对E-ST乘以原函数做积分 乘上对T的函数 然后是DT 我们再算一个拉布拉斯变换 比如说我们要做拉布拉斯变换 现在函数FT我们说是EAT EAT的拉布拉斯变换 我们直接带入拉布拉斯变换的定义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积分练习 尤其是分布积分 几乎每个拉布拉斯变换问题 都能转化为分布积分问题 正如我们很久以前学的 分布积分就是导数乘积公式的导推 总之这个等于积分从零到无穷 E-STEAT对吧 这是我们的FT还有DT 这个等于密指数相加 因为底数相等 0到无穷 积分EA-STDT 这个的原函数是什么呢 它等于T是被积分量 它等于A-S 这是一个常数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搁到外头 即E除A-S EA-ST 我们要代入T求值 让T等于无穷 或者说趋近于无穷 还有T等于0 我把这个写到括号里 这只是个常数相对吧 里头没有T 所以我可以把它们提出来 所以这个等于-1除以A-S 现在我们需要考虑 T为无穷时的极限 在无穷处的极限是什么呢 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对吧 如果这个指数 如果A-S是正数 A-S大于0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当我们趋近 无穷的时候 A-E的无穷次命 会越来越大对吧 因为它是A-E的正无穷次命 所以这里无解 当你求反常积分时 如果去极限的时候 得不到有限数 不去近任何一个数 这时反常积分发散 也就是没有极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讲 法普拉斯变换在 A-S大于0 A大于S的情形下 没有定义 那么A-S小于0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这里就是一个 负数了对吧 如果我们取A的负无穷次命 那的确会逼近一个数 逼近0 我们在上一次视频里 已经见到了 希望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 懂吧 A的负无穷次命 趋近于0 而E的正无穷次命 是无穷 也就是不收敛 总之 如果我假设 A-S小于0 或者A小于S 我现在就这样假设 那么反常积分收敛 如果A-S小于0 这是一个负数 对于EA-ST T趋于无穷时 它等于0 减去这个 原函数在0点的值 原函数在0点时 是什么情况呢 T等于0 这整块成为E0等于E 我们剩下什么呢 是负1 除以A-S 也就是 1除以S-A 现在我们又求出了 拉普拉斯变换表中的一条 这就是拉普拉斯变换 EAT的拉普拉斯变换 等于E除S-A 只要我们假设 S大于A 这个变换当S大于A 或者说A小于S 是成立 两种说法都对 这是我们的拉普拉斯变换表中的 第二个式子 不错吧 实际上让我们和变换表中的第一个 联系起来好吧 我们的变换表里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L1等于E除以S对吧 E不就是E0吗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就是L 我知道我没位置了 在这儿用紫色写吧 我们可以说L1 就是L10对吧 那就等于E除以S 很幸运 我们看到这两个结果是一致的 实际上还记得吗 我们还设定了条件 S大于0对吧 我们在这个例子里 假设S大于0 在此又一次的 我们要求S大于0 这两个完全是一致的对吧 因为如果A等于0 则L10 等于E除以S-0 也就是E除以S 我们必须假设S大于0 其实这只是变换表中的 同一个罢了 不过在数学里 我们对两个略微不同的问题 进行求解 发现它们从某种意义上 是关联的或者一样的 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总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继续努力 做出我们的拉布拉斯变换表 再过三四个视频之后 我就会给你展示 拉布拉斯变换 再解微分方程时的 强大之处 再会了 转发现它们就会让您在这边 再开视频之后 再开视频之后